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讲到了学佛的目标 以及实践的原理 那么今天呢 接下来要讲第五个问题 就是学佛的方法 也就是抵达目标的手段 途径和方法 其实整个佛法 它就是一种方法 就是一种 帮助我们 了解自己 到解除 我们生命的困惑 烦恼 最终成就 涅槃 解脱 无上菩提 的方法 那么 佛教呢 佛大今生 我们 如何来 认识佛教 在修学内容 那么我们在这里啊 这个 分为 几点来 说明 那么第一点呢 就是 三大语系 各个中派 佛教有 这个三大语系 有南传的巴黎语系 有我们汉团的汉语系 还有战团的 战语系 像巴黎语系 基本上是 继承的印度 早期的 佛教俗像 所以基本上保持的 这个早期生团呢 出家的呢 这种利益生活 残求生活 我们汉传佛教呢 重点是继承的 中期的 在印度 中期 流传的 大圣佛教之下 以这个 荣述 提婆 无浊 至亲 为主的 这个空有 如来战 如来战 如来战的思想 战团佛教呢 主要是 继承的 它的重点就是 继承的印度 官区佛教的思想 当然它也包含着 这个中期 那这个 三个仪式 就形成了 这个仪式的佛教 又形成了很多中态 每一个中态呢 基本上 都是 祖师大德们 围绕着某一部分 经论的学习 他们对这一部分 经论的学习 有了心得之后 然后就围绕着 这一些经论呢 形成了一套 修学体系 比如说 我们前天也说过了 像三论中啊 以波达经为主 像天才中呢 以华华经为主 像华言中呢 以华言经为主 不同的中态 都是围绕着 某一部分的经论 然后以这个经论的 尤其是这一部分经论的 圣见为中心 圣见 圣见为中心 建立的一套 修学体系 所以中态我们怎么 我们今天怎么来看待中态呢 中态事实上就是一个 修学体系 我们通过这个修学体系的修学 能够帮助我们完成 解脱 或者是 成佛的修学 那么通常 学佛啊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中态 选择 进土中啊 禅中啊 天才中啊 华言中啊 选择一个中态 那么过去 很多寺庙啊 都是有中在 中态色彩的 所以说有的是 你看天才山 它就是天才中的寺院 像我们这个寺庙呢 是属于律中的寺院 然后还有 净土中的寺院 那庐山中临寺 就是净土中的寺院 那还有很多很多寺院 都是禅中的寺院 那通常一个人要出家 你找到天才中的寺院出家 那么你可能就是 学天才 通过对天才的 这个理论体系的学习 来完成 这种成佛的修学 那如果我们 找到的是一个 华严中的寺院 那我们就是 这个 它就是以这个 它的教学内容啊 主要就是华严中 然后你学到华严中 通过华严中的修学 最后啊 来完成 成佛的修学 那作为一个中态来说 他应该能够给我们提供一套 非常完整的 这样的一个修学的领导 但是这个 汉藏佛教呢 到了宋元明清以后啊 这个宗派的界限啊 这个宗派的界限啊 越来越模糊 就是 很多 这些 这个主庭啊 虽然他们有某一个宗派的传统 但是实际上呢 他们并不能够很好的 把这些 宗派 学到 很好的继承 和弘扬 所以我们现在 这个走到 这些 这个宗派的主题啊 我们也没有办法从这里 学到很多 实际性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宗派的认识 当然这个关于宗派的问题啊 就是我在这个汉藏佛教的传师里边 也有做了一些说明 就是说我们对传统的 传统的宗派 有一些宗派呢 在这个修学体系的建造上 也不是十分完整 那么也有一些呢 就是说 这个宗派的 某一些东西 是传的 比如说 像 这个 天台啊 华言啊 因为每一个宗派 事实上 它都有包含这两个部分 有教 有观 这个 那么除了教以外 那么观的 只观的这一块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只观的话 这个 那么这个宗派呀 它很可能就会成为一种 理论化 学学化 最后 它在修行上 那就是不完整的 那么 就是我们要 这个 对这个宗派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宗派究竟是干什么的 我们要明白 宗派 其实就是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修写体系 不同的宗派 它提供了不同的引导 这种不同的引导就像什么道理呢 就像我们要登山 登到这个山顶上 山顶是目标 那么登上到这个山顶上呢 可能会有很多路 有前方 有前方 后方 可以从边上走 也可以走近一点的路 也可以走 比较平坦的大道 不同的宗派 事实上也就是提供的 不同的 这个角度 以及呢 不同的 这个修学的 方法上的引导 所以每个人 我们今后在修学上 我们都可以落到 一个宗派的 选择一个宗派的修学 那么宗派当然也有一定的对积性 所以我们需要选择一个 契合我们这个根基的 这个宗派来修学 所以一般一个出家人 一个学活修行的人 多少都会落入到某一个宗派 你是属于哪一个宗派的 你是属于哪一个宗派的 那么第二 就是我们讲一讲 这个 写托道 和 菩萨道 写托道 菩萨道 就是 宗派呢 很多 我们讲呢 有南传 有汉传 有战传 有战传 这个与世 都有很多的宗派 那么这些宗派与宗派之间 因为他的 他所面对的这个众生的根基不同呢 所以呢 他对这个 对这个真理的存词 以及在这个修行方法的对峙上 所采用的宗派 所采用的宗派往往也不一样 所以 为什么说一般的人学习佛教他会觉得很困难呢 原因就是因为 你所面对的是很多很多的宗派 那么每一个宗派讲的东西啊 他可能是 他可能是 截然不同的 从支建上 不一样 从修行的法门上 也不一样 那么同样的还有 同样一个概念 比如说四地法门 同样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呢 在不同的宗派里边啊 他都会有不同的解读 比如说 在龙素菩萨的大制度论里边 在密尔菩萨的《欲学之地论》里边 或者在《华言经》里边 在不同的经论里边 同样对一个概念 他会有不同的解读 这个不同的解读 它的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 事实上每一个宗派 他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是什么 你们大家要知道 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佛法的最核心的东西 就是正见 就是一个见地 就是一个见地 见地呢 就是代表着 看问题的一个角度 和方法 那么因为这个见地有深浅 所以呢 不同的见地 对一个概念的解读啊 在这个程度上 在这个角度上 也往往是不一样的 因为宗派的根基不同 所以我们这个法的解读 它也不能轻平一律的 也是不能轻平一律的 所以呢 所以呢 这样呢 这个佛法啊 就会 别很多学佛法的人造成一种困扰 佛教很难啊 一会儿看这个经这么说 看那个经这么说 看得越多 越有混乱 但是事实上呢 所有的佛法 那个 它都离不开 解脱道 和 屠杀道 都离不开 解脱道 和屠杀道 比如说 像南唐佛教 它是比较偏向于解脱道的修行 解脱 南唐佛教的修行 就是以成就阿罗汉 为目标 以这个 追求解脱 追求解脱为目的 那么我们汉唐佛教呢 就是 比较偏向于 菩萨道 汉唐 战唐 都是比较偏向于菩萨道 所以不论成了宗派啊 我们都要 从这个解脱道和菩萨道的 角度 来看这个宗派 那也就是说 所有的宗派 它要不就是在帮助我们完成一种解脱道的修行 它是带着我们走向解脱道 或者说 它是在帮助我们完成菩萨道的修行 它是要带领着我们走向菩萨道 菩萨道 其实只有两条路 八万四千法门 如果我夸张一点说 老佛教的法门 这个说成是有八万四千走 但是八万四千法门呢 归根结底 其实只有两条道路 一条就是解脱道 一条就是菩萨道 除了这两条道路以外还有没有啊 如果还有的话呢 那就是仁天神 仁天道 但仁天道 这是属于世间的共缓 它是 这个走向解脱道和菩萨道的一个基础教育 它是 它只是一个基础 真正佛陀引导我们呢 其实只有两条道路 那就是解脱道 菩萨道 解脱道呢 是 解脱道也有它解脱道的一些基本特点 就是 它是以这个 出离心为基础 以出离心为基础 然后呢 以借信慧的修行为主要内容 以这个成就解脱为目标 就是出离心 好样花起出离心 出离轮回的心 而出离心花起之后呢 然后就是 要学习 戒定慧 这个戒定慧在佛教里边 称为 三无漏学 就是三种 能够帮助我们外向无漏的 学问 无漏 无漏的学问 所以叫三无漏学 也叫三真善学 就是我们出家来要学什么 就是学三个东西 学戒 学定 学会 最终 外向解脱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解脱到的 修行的 家庭 南传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叫 他写过一部论叫清静道论 这一部清静道论呢 就是 戒定慧 作为他的一个 一个框架 一个框架 那么 圣文成 也有五分法生 讲到五分法生 这个五分法生就是 戒定慧 解脱 解脱之见 那就是从戒定慧的修行 到成就解脱 成就解脱之见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的解脱道 就是所有的解脱的修行 都不外乎 只要当于 可定的就是这些内容 那菩萨道呢 就是以发菩提心为基础 发菩提心 行菩萨行 最后呢成就无上菩提果 可能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下面还会说到的 就是要发举力于去众生 成佛 这样的一个愿望 然后修菩萨行 菩萨行的内容啊 简单的来说 就是六度四色 六度四色 那么六度四色的圆满啊 就是 那就是要通过 正见 直观 就要通过正见和直观 那么通过修取六度 通过修取六度四色 通过修取正见 通过修取止观 然后最终 成就佛菩萨的 这个圆满的佛果 这个圆满的佛果呢 主要就是 这个悲和自 大慈悲和大智慧 那真文的结果 它主要就是 这个四向四果 出果二果 三果四果 这个 当然还有什么 什么家庭会呀 暖顶冷四地 这个 然后进入这个 这个见到 见到之后 有这个四果 四向四果 那菩萨呢 比较重明的 就是实地的修行 它通过 见到之后 要通过实地的修行 那么最终 就是实地 至上就是一个过程了 通过这个实地的 过程的修行 最终就能成就活果 那么我们对所有的中派的学题 我们就是要把握住这两条道路 我们要围绕着这两条道路的 它的核心因素 来认识中派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复杂的问题 简单化 简单化 那么中派与中派之间的差别 很多时候啊 它主要还是在一个圣见 以及这个 残修的少段 方法上的差别 因为中派事实上 最核心的内容是 圣见和直观 不同的中派 它最大的差别 其实主要就是在 圣见和直观上的不同 那么这个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讲的是 日历 他历 我们想要解脱 靠谁的力量 一般的宗教啊 都会建立一个主宰神 所以一般的宗教啊 都是属于一种 他力 拯救 通过对外在的一种力量的信仰 然后背后完成这种 他力的拯救 我们知道不管是 这个基督教啊 这个 伊斯兰教啊 他们都有这个 都有这个特点 那佛法呢 他不承认一个 有一个主宰神 佛教认为 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主宰神 佛教认为这个世界 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它的存在 它的命运 是由什么呀 是由 因缘 因果 因缘 因果 那我们讲这个佛教对人生 对世界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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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四个字 因缘 因果 那么在这个 因缘 因果呢 这和平里边 有一个字 有两个字 就是阅历 因 就是阅历 这个阅历 佛教讲的阅历是什么意思 阅历就是行为 我们一个人的行为呀 有三种 有深夜 考夜 育夜 然后 有这些不同的阅历呀 就会召感到我们的 正报和依报 正报 是不是指我们的 比如我们的 心态呀 我们的人格呀 然后就是我们的下帽呀 我们的生活处境呀 然后再大一点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呀 我们的人际关系呀 那么所有的这一些啊 都是跟我们的阅历 是有关系的 都是由我们的业历 决定的 所以呢 佛法呢 在这个所有的宗教中啊 相对其他宗教来说 佛教所提倡的是一种 自立 佛教是属于一种自立的宗教 它所倡导的是自立拯救 因为佛教觉得 人的命运都是自己造成的 那你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啊 这个当然你还是要靠自己努力 你需要靠自己努力 这个 那么佛法呢也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 都具备有这种自我拯救的能力 那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内在啊 都潜在着这种解脱的能力 那如果从大神佛教来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潜力 佛性 这个佛性呢 它就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啊 他自己 自己拯救自己 是我拯救的一种能力 所以佛教 佛教的主要思想或者说佛教的思想特色 它应该是在于 就是自立 那所有的宗教 都是要帮助我们完成这种 自我拯救 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比例来说 这个宗教就是我们的一个拐杖 我现在因为没有能力自己 自己走路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经教作为拐杖 最终 我们还是要靠自己 要拐杖 要迟早就要扔掉了 所以我们对三宝的依赖 对经教的依赖 这个只是一个过程 最终 需要靠自己的 那么佛法里边呢 也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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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力 他力拯救 他力信仰 就是这个他力 拯救了 这样的一种宗教 这样的一种中态 那就是净土宗 净土宗呢 就是透过阿弥陀佛的愿力 当然还要透过我们自己的信念形 在我们的信念形 在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应 最后我们能够往生西方 往生西方呢 事实上是我们活在一个比较好的修行环境 就是不会堕落的环境 那么因为在这样一个不会堕落的环境里边 是不是往生西方呢 这个 你的修行就完成了呢 其实不是的 你到那里还要继续修行 所以你只是找到一个环境 真正要解脱 你还要靠你自己修行 还要 这种还是要开发出你自己的这种自立 这个自解脱的力量 你才能够花开见佛啊 你才能够这个 这个完成 完全修行啊 这个 这个喀利的信仰啊 就是净土法门的开设呢 事实上也是佛陀的慈非 为我们 就是说有一部分众生 就是说 对自立的 自我拯救 信心不足 所以荣素菩萨在这个 《词度皮菩萨论》里面就讲到这个道理 就是为一些 弱弱的众生 所谓弱弱的众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比如我们现在修行 我们又想解脱 然后我们又看到这个三界啊 这个轮回苦啊 这个轮回非常险恶啊 然后呢 又没有办法 当下又没有办法完成自我解脱 然后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 这个仰赞着弥陀的 愿意 然后当然我们自己的信心是很重要 信念心 病毒的三之良 与我们的这种信念心 加一加上阿弥陀佛的愿力 然后我们就能够可以移民到西方其的世界 然后我们在那里好好修行 因为那个计划修行当然 虽然修行生活的环境好 修行的环境好 但是面对的逆境少啊 其实真正修行还在我们这个生活世界快 但是也是充满的险恶 计划你的世界比较保险 反正你到那里的 环境修不好啊 也没有关系 慢慢来 那里的这种逆境啊 什么都是很少的 没有了 他不会 所以这个 就是说 我们对自立的修行 如果没有信心的情况下 还可以有他力的 他力的修行 因为我们这个传统的佛教呢 这种自我解脱的 这个修行 越来越被 在这个团承上 就是能够在这一方面修行的人 有信心的人越来越少了 所以就信仰信徒法 就越来越多 每一个宗派的修行 最终都会跟信徒中结合 你看这天台的人 叫个天台 迎归信徒 就常中的人 这种来个禅定酸 这个禅定酸修 就怀孕中的人 可能修了修了 也会跟信徒中结合起来 这样比较有保险 所以信徒法门 其实就变得 它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 每一个宗派的祖师 他们都会把自己宗派的 这个知见啊 带进去 所以这是一件好事 还是一件坏事 这个说不清楚啊 这也是自立 他立 我们要知道 自立和他立的关系 自立 他立 是代表着 修行上的两种 不同的 这个 也少断 方法 现在的 这个 这个 日本 日本呢 日本有一个禁土真宗 他基本上把这个 他立的信仰啊 发展到局质 局质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提下的信仰中是 恶能正居 恶能正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这个人 如果你自己 你觉得你很坏很坏很坏 这个 你觉得你自己啊 一点善根都没有 一点把握都没有 这种人念佛比较容易完成 如果你自己还觉得你自己有信心 你可以靠自己啊 你觉得自己有善根啊 你这个人不太容易能完成 因为他觉得这样呢 你对阿弥陀佛的信仰还不高 你觉得我还可以靠自己 我还有算法 他们觉得念阿弥陀佛呢 不是因为透过念阿弥陀佛来 通过你的修行来完成 念佛只是一种感恩的行为 你信了阿弥陀佛之后 完成不完成 其实是阿弥陀佛的事 不是你修行不修行的事情 你只要信就行了 你只要信呢 你做什么其实都不影响 这个哪怕战争啊 干什么啊 这个因为信土正宗 这个就是说 好像这个对华战争 他们也有也有参与的 就是他们觉得 还想进去做恶是什么 他都觉得这个都不影响 你只要不要信 就是 只要你具备信任 你就能往生 其实你不需要做什么了 那么这个在民国年间的时候 日本就有一些和善 信土正宗的和善 到国内来传法 当时呢 当时呢 杨仁山居士啊 大席大使啊 都反对 都其力反对 你们觉得这个是不符合佛教 不符合佛教的思想 但是这样的一种信仰 他也蛮有适常 因为你可以往生西方 同时呢 你做什么都不影响 所以这对很多人来说 很有诱惑力的 因为信仰多少 总是有一些耶稣 你要做些什么 可是他这个信仰 他不需要你做什么 你要信就行了 我们现在国内的 这个游戒道场啊 他们对这个 好像也在弘扬 也有人在弘扬 这个类似于信土正宗 当然他们打的不是 不是打的这个旗号 所以我们这一方面 我们也要注意了 接下来讲的是第四个 第四点 就是顿教 和剑教 佛教的修行又分为 顿和剑 顿 就是顿悟 剑 就是一步一步的来 顿悟悟道什么呢 其实顿悟就是 直接的 这个剑道空性 所以直接的 用最直接的扫断 最快的扫断 直接就能明清见性 这个称为顿悟 所以禅宗啊 它称为顿教 称为顿教 顿教法门 圆顿法门 圆顿法门 它的特点就是 指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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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筱 停 神 uz 是空性 用最直截的手段 所以称为顿教 那见教呢 见就是讲究次第的 一步一步往前走 这个顿教跟见教 他们修行最大的差别是在哪里 其实我们讲到这个修行啊 所以关键呢 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见地 一个是扫断 一个是见地 一个是扫断 这个见地越高明 扫断就越直觉 见地呢 如果是比较低 那么这个扫断呢 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往前走 当然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用盾物当然好了 但是呢 盾物要求根基很好啊 所以说禅宗他是揭引这个善根立志的人 如果你不是善根立志的话 你每天你喜欢盾物 当然谁都喜欢盾物 没有谁不喜欢呢 可是你修不起来有什么用啊 那这个盾物和盾教和见教 在修行他的这个落脚处有什么区别 这个我们昨天讲过了 我们的心有两个系统 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主于万心的系统 就是迷惑的系统 一个就是真心的系统 就是代表着我们迷惑的系统的背后的觉悟的本体 那么盾教法门的特点呢 就是直接帮助你去体认这个觉悟的事情 那么所有的修行都是建立在 直接去认识这个觉悟的事情 就是实的自心就是佛 你认在这个心你就是佛的 然后所有的修行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是盾教法门的特点 那这个盾教法门呢 他的修行的利就点是在这个迷惑的系统 因为虽然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存活的潜能 可是我们现有的生命的状态 我们是在迷惑的系统的状态里 我们是活在这个迷惑的系统的状态里 我们是带着这个迷惑的系统去看世界 关键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行为 都是要遭到这个迷惑的系统的影响 我们看到的哪一个现象 事实上都是透过这个迷惑的系统 这个模式 这个迷惑的系统事实上也是认识世界的一个模式 我们是带着一个模式在看世界的 那监教的修行呢 就是帮助你 因为它的落脚点就是这个迷惑的系统 所以建教的建立就是 首先当我们认识这个迷惑的系统 比如佛教讲的苦 讲的无常 讲的无我 其实这个都是告诉我们这个迷惑系统的真相 我们这个迷惑的系统 我们这个迷惑的系统 它的本质就是空的 它这个本质就是苦的 有漏的系统 它的本质就是苦的 它是一个不断制造痛苦的一个系统 所以讲有漏皆苦 讲人生是苦 这个人生是苦是从迷惑的这个系统的角度来说的 不是从觉悟的系统的角度 佛菩萨它的分明是建立在觉悟的系统上 那它就是在大自在 在大觉错 佛教讲无常 就是讲这个迷惑的系统 它是变化 无常 充满着不稳定 就像我们的心念一样 无常变化 这个无常 就是我们这个系统的不稳定性 它的变化性 而且它的内容也是不断地在更新 不断地在改变 那佛教讲到无我 无我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我们现在迷惑的这个系统 其实不是真正的不是真正的你 你把它当作是你 就是你现在把你的这个人格 把你的想法当作是你啊 这是你对自己的一个最大的误解 你只有认识到这个不是你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从这样那种 最自我的错误的认定的状态里面走出来 开始去认识真正的你是什么 所以佛法讲的苦空无常 其实都是告诉我们 这个迷惑的这个系统呢 它的真相是怎么回事 就是那么我们平常呢 我们是追求的这种快乐啊 真常啊 永恒啊 我们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啊 其实这个都是对 这个都是自己啊 对人生的一种幻想 一种幻想 那这个是 就是从见地上来说的 那么从修行上来说 那么就是通过戒定慧 戒定慧 戒定慧 比如说通过戒 来阻止这个迷惑系统的发展 定 就是 把我们的心安住在这个某一点上 让我们的心平息下来 念头 这个平静下来 那么会呢就是 到我们的念头都平静下来之后 我们内在的这种 智慧的光明啊 就会呈现出来 当然 当然 智慧的开发 还是要做光 那么这个就是有个次第 这个次第的特点就是从了解 迷惑系统到逐步的解除迷惑系统 然后再进入这个解除迷惑系统 然后再进入这个解除迷惑系统 那接下来讲的是第五点 修学要领及次第的思考 这个呢也是我近年来呀 对佛法的中态所做的一个反思 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些传统的中态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得到很好的继承 或者说我们现在在学体的传统的中态 为什么在学的过程中 就是呢 很多人这个学体往往要不就是停留在理论上 要不呢 有的中态很重视实修 可是呢 这个 实践方面又特别弱 那么我就想着这些 作为一个完整的中态啊 它应该要具备哪一些因素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传统的每一个中态 都当作是一个修学体系 那么作为一个完整的修学体系 它应该要具备哪一些因素 你看 那么对这样的一些认识啊 对我们修学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如果我们认识到作为一个修学体系必须要具备的因素之后 那么我们在选择一个中态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个中态的长处在哪里 这个中态啊 它的不足在哪里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后我们在这个学体一个中态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围绕着这个五大要素 来认识这个中态 当我们能够这样学体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快的就能够抓住这个中态的肛理 就是这个中态 它的几个要点我们抓住了 当我们抓住了之后 我们再去学体啊 我们就会变得很容易的 那么通过这个长时间的思考 我发现呢就是 作为一个中态啊 它的基本的要素只要有五个 就是第一个就是归 第二个就是八经 第三个呢就是戒律 第四个就是圣见 第五就是死光 那么这个五个要素里边 全面的三个要素啊 基本上是属于共同的基础 共同基础的幻潮 也就是说 你不论学什么中态 都要具备这个归 八经 戒律 在这个基础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呢 那么你这个中态的修行啊 这个是修不好了 是修不好了 所以前面的三个要素 基本上是所有的中态修学的 共同基础 共同的基础 那么后面还有两个要素 那么后面还有两个要素 正见 子光 正见 正见 子光 这也是每个中态 它的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比如我们讲奥含经 主要讲的是苦 无常 无我 维持中 主要是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维持戒 中观中呢 主要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中观戒 这个像 这个天台中啊 有天台中的戒 这个证戒 那华元中呢 有华元中的证戒 每一个中态 他最主要就是要给我们提供一个圣见 然后根据这些圣见 来建立各个中态的 子光 比如维持中有维持光 普通维持光 中观中呢 要修空观 像天台中呢 他也有一星三观 因为他建立的是这个什么 一念三千啊 三地圆龙啊 那华元中的读诗 他也建立了很多华元中的 王法 像禅宗 禅宗也有禅宗的修行的扫段 那么每一个中态的修行的扫段 基本上呢 都是跟他的这个见地 跟他的见地有关系 所以我们学习每一个中态 今后呢 我们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来学习一个中态的见识 这个比如说维持中啊 那些变中变论啊 像这种维持三十论啊 色大成论啊 所有的这些论点啊 他都在告诉我们 如何活得这个维持中的证件 然后以及如何围绕这维持中的证件 来完成这关的修行 就是每一个中态都有 他的最核心的内容 就是正见和直观 这个大家记住 五大要素 前面的三个就是共同的 后面的两个呢 就是各个中态不同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